再來就是我們要了解這個學習月份英文單字程式 那這個程式呢很簡單 主要就是說它問題給你比如說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呢到底是幾月份 那我隨便打三月份對不對 錯了 然後呢它還是會一直問 問到你四月份對不對 不對 然後一直會反覆 也就是說你知道怎麼樣呢 你答對二月 好這樣才會正確答案 那程式的撰寫方式 總共有幾個地方 你要去思考的 第一個 你一定要讓這個user可以讀入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前面有講過用scanner的方式 scanner方式 可以把資料讀進去 scanner讀進去 再來呢我要做所謂的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呢就是英文單字 也就是一到這個十二月 所有都要讀進來 那讀進來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一個字串陣列 那這個字串陣列呢叫做man stream 那分別把這一個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因此類推 那讀進來之後的話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 接下來要產生一個亂數 這個亂數就是說 要 隨機呢 從什麼呢 從一到十二月去取得一個亂數 那取得一個亂數 我前面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什麼max點論 等的方式 乘以十二也就是說從零到十一 去取一個值的話呢 就是乘以十二就可以 特別注意喔 前後還在加瓜弧喔 瓜弧之後再印 如果你這個瓜弧沒有加的話 他就會變成永遠都是零 好 永遠都只能取得零 也就從一月份 接下來的話呢 問題為 為什麼呢 加上喔 把這一個 因為mance嘛 假設我今天 得到三好了 我就把這個三 加在這裡的話 這零 一 二 三 那就把這個單字呢 抽過來 會秀在這裡 問你說這個單字 這個單字呢 是幾月份 接下來呢 我要讓這個程式 不斷在跑 跑到呢 直到怎麼樣呢 直到它達正確為止 那我這個地方呢 就要做一個什麼呢 while 或者當然你用度也可以啦 你可以do或者while都可以 然後呢 直到它等於 這個預設值為true true的話呢 就是往裡面跑 也就永遠都是true啦 也就永遠都往裡面跑 那跳開的條件是什麼呢 在這裡 if m 這個值呢 因為我們讀進來 使用者 他會讀一個值 比如說今天呢 他假如說是輸入多少 4 假設他今天輸入的正確是4嘛 對不對 如果讀進來是4 mance4對不對 等於什麼呢 mance 再加1 mance加1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個這個值嘛 這個值假設說呢 他讀進來是3嘛 3才會取得他嘛 那如果3加1等於4 如果兩個值呢 是相等的話 也就一樣等於4的話 那就break break意思就是說呢 跳開 continu是往上 那break是往下 就跳開 跳到這裡 直接執行正確答案 也就是說利用break的方式呢 去做讓這個迴圈強制跳開的動作 這個有點像是 isiswile的方式 如果在VP裡面的話 isis強迫 但是呢 假設我今天不這樣寫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啊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我不喜歡這樣寫 我不會用break 或者我不喜歡用break 我可以在 這個 程式裡面宣告一個什麼 booling 比如說我今天呢 宣告一個什麼 booling 然後booling f好了 假設這個booling 它預設值我給它什麼呢 預設值我給它等於true 預設值等於true 因為呢 我要讓這個f呢 放在這裡 它預設值它就要跑進來 那跳開的條件是if 有沒有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什麼呢 如果呢 他們相等的話呢 那f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那等於false之後的話呢 也就是說呢 這個條件呢 等於false之後 它就會跑一個回圈 跑一個回圈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false應該if false 位置的話 假設我在這邊齁 那可是它還是應該會跑這一行 那位置的話可能需要掉一下 這個地方齁 再去判斷說它到底正確與否 比如說我這地方 把這個地方程式改一下 這個是幾月呢 比如說我輸入8月好了 錯了 然後假設我輸入正確 6月 它會多跑一個這個 那怎麼辦呢 這地方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程式 如果呢 這一個 那這個地方當然很簡單嘛 你可以再加一個什麼呢 if else 有沒有 這地方可以加一個 else 如果 如果它等於它 else 反之嘛 等於錯誤 加一個else 看看齁 這個是4月 答錯了齁 然後這是7月 這樣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把程式裡面 不用break的話呢 當然也可以 只是說你的程式賺錢呢 必須多一個什麼呢 多一個 booling 然後呢 在這邊條件 產生的話 變化 如果這個條件滿足的話 那就把它改成false else 這邊多一個else 然後讓它可以 把這個地方輸出 這裡的話呢 就是一個 這個學習英文單字的簡單範例 主要 要了解的比較重要就是說 第一個 我怎麼樣產生一個所謂的 自串陣列 那 這個方式呢 其實跟vp.net一模一樣 vp.net也是這樣的寫法 自串陣列的方式 那再來就是說呢 像stream的這個刮鬍有沒有 你放在前面 跟放在後面 都是可以的 比如說把這個中刮鬍呢 放在這邊 可不可以 可以 那當然我們一般習慣 可能比較喜歡放在這邊 為什麼 因為感覺 比較跟那個vp.net比較接近 所以如果說你要鑽血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裡 把這個中刮鬍放這裡 跟放這裡是一樣 跟剛剛二維陣列的道理是一樣的 它兩種方法都可以 都可以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呢 特別注意說 這個max產生的 前後的中刮 這個刮鬍一定要把它刮起來 如果你沒有刮起來的話 漏掉這個刮鬍呢 結果呢 這個乱數跑出來都會是零 這個第二 那再來就是說呢 跳開的條件 除了用black之外 這邊改成true black 也可以在這邊 加上一個所謂的booling 讓它產生一個條件之後 再跳開也是可以的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把畫面 還給各位試試看 還給各位試試看 好 還給各位試試看